1981年《夺宝奇兵》第一部上映 到现在第五部的完结 中间时间跨度畅达42年之久 主演哈里森·福特 从39岁演到了现在的81岁 历经岁月洗礼 依然不忘给《夺宝奇兵》系列收个位 实属不一 好了 废话不多说 直接步入正片的讲解 影片一开始 背景设定在二战时期 男主印第在监视一处纳粹盗姆军营时 被对方发现逮捕 这处军营从世界各地掠夺来无数金银珠宝 准备运回德国柏林 其中就有大家比较熟知的朗基努斯枪 它被希特勒称之为 可以统治世界的命运之枪 彼时希特勒已经在战败的边缘 所以他非常迷信这些东西 印第本来打算找机会 从军营里偷走此宝物 现在看来已经不大可能 于是印第找机会脱身 刚好这时 敌人开始攻击纳粹军营 到处都是炮弹落地的爆炸声 下一秒 一枚炮弹不偏不倚 正好落在印第的审讯室 炮弹砸碎一层一层地盘 坠落到最底层发生爆炸 借着这场爆炸引起的混乱 印第成功脱身 他伪装成纳粹士兵 准备驾车离开军营 前去追赶运输文物的火车 怎料下一秒 一伙军官坐上后座 印第只能硬着头皮开车 朝着火车方向追击而去 很快 后面军官发现不对劲 纳粹士兵也在这时驾驶三蹦子 追了上来 印第索性汽车 跳上三蹦子 击溃车上士兵 接着骑三蹦子追上火车 攀爬了上去 这时纳粹军营最高长官 正在火车上 审问一个刚抓到的间谍 对方自称是牛津大学的考古学教授 巧合的是 教授跟印第是一伙的 说白了 他们是一对搭搭 此刻印第找到了 存放朗基努斯枪的车厢 他伪装成德国军官 从看守手里 顺利拿走圣枪 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把圣枪居然是赝品 另一边 纳粹长官也从自己的物理学教授那里 得知了圣枪是假的消息 不过考古学教授 带了一个更为劲爆的文物 可以扭转时间的 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印第在离开的路上 被士兵们发现 只能被迫逃跑 途中解救了自己的搭档巴兹 并从物理学教授手里 抢走了那个可以改变时间的 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印第带着巴兹爬上车顶 准备前往驾驶室 将车停下 路上遇到纳粹长官 一场战斗必不可免地打响了 最终在巴兹的帮助下 两人合力解决长官 可下一秒 物理学教授追上来 举枪威胁印第 交出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印第刚将轮盘扔过去 物理学教授便被途径的广告牌砸下火车 这时 敌军开始对火车进行封炸 火车道被炸毁 眼看火车即将脱轨 印第果断带着巴兹跳下火车 好在两人跳入水中 并没有大碍 他们爬上岸 巴兹不禁感叹 忙活半天 一无所获 这时 印第从怀里掏出 另一半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扔给巴兹说道 也不是一点收获没有 画面一转 时间来到1969年 彼时的印第成了一位老年人 早已经没有了当初冒险的精气神 因为常年冒险疏忽对家人的关爱 妻子也跟他分居生活 印第现在截然一身 生活在一栋破旧公寓里 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大学里 给学生们讲课 传授历史文物知识 学生们对枯燥乏味的历史课并不感冒 没有一人认真听讲 但印第依旧精神绝硕地给孩子们讲课 因为今天是他在时的最后一天 过了今天 印第变成了一个退休老头 恰恰也正是这天 印第课堂上来了一位奇怪的女学生 对方对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很感兴趣 下课后 女学生一路跟着印第来到酒吧 向她表明了身份 女学生名叫海恩娜 是巴兹的女儿 她继承父亲的一波 继续从事考古学研究 海恩娜跟死去的巴兹一样 疯狂迷上了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特意来找印第请教 接下来简单说一下 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它是公元前一世纪到三世纪的产物 1902年 人们在希腊海边的一艘沉船里 发现了这个功蜜精湛的时钟形装置 有传闻称 它跟阿基米德有关联 虽然不知道用途 但可以肯定它很值钱 印第当初只找到一半 另一半 它并不知道在哪 而且后来它手中的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也被其弄丢下落不明 海恩娜听闻抢答 阿基米德把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分成两半藏匿起来 不让围攻希腊库萨的罗马人找到 海恩娜此行是来找印第 一起寻找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海恩娜借此名声大噪 印第则重回巅峰 印第听到这里 带着海恩娜来到档案室 从一个箱子里取出一半 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原来这个轮盘并没有丢 印第告诉海恩娜 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具有强大的预测能力 它不仅能预知未来事 还能预测时间裂缝 帮助人回到过去 简单来讲 一个完整的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能够帮助人穿越回过去 海恩娜眼瞬间亮了起来 就在两人说话间 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忽然出现 想要抢夺 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印第不知道什么情况 掩护海恩娜逃跑 结果对方一出门 回头就把门关上 将印第留在档案室里 自己则跑上屋顶 印第没有束手就擒 推刀橱驾逃跑 在逃离档案室的路上 她看到几位死去的工作人员 瞬间意识到情况不妙 连忙拨通报警电话 可还没等说两句话 几个神秘人追来 将印第抓走 海恩娜则顺利逃脱 神秘人把印第带回秘密基地的路上 遇到一群游行侍卫的队伍 不得不弃车步行 印第抓住时机 迅速挣脱束缚 混入人群中 并找警察帮忙 神秘人却当街开枪 印第见状 抢走警察的骏马逃跑 神秘人立即驾驶摩托车 追上去 将印第堵在街头 无处可逃的他 直接骑马进入地铁站 这才摆脱追捕 不过他也被扣上 杀害档案室员工的帽子 很快 这群神秘人的身份曝光 带头的黑妹是中情局的人 他拨通一位教授的电话 状告对方 他的手下当街开枪杀人 给整件事情帮了倒忙 值得一提的是 这名教授 就是当初被广告牌砸落火车的纳粹教授 其实他是在利用中情局 寻找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的下落 想要借助他的力量回到过去 改变纳粹党的结局 所以教授向中情局泄露了巴兹的情况 由中情局跟踪巴兹女儿 寻找那一半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同时让自己手下跟着黑妹 届时半路来个急呼 而这个时候的纳粹教授 早已改头换面 成了一位国外物理学家 并帮助美国登上月球 是美国的功臣 也正因此中情局才会介入这件事 印第逃脱以后找朋友帮忙 调查得知海恩娜去了摩洛哥 立马赶往飞机场 前往摩洛哥 他要调查清楚这一切 而纳粹教授也获悉到这一点 急匆匆带人赶了过去 印第来到摩洛哥 找到正在私人拍卖现场 售卖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的海恩娜 就在这时 纳粹教授带人赶了过来 几方势力为了抢夺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现场爆发激烈冲突 混乱间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意外滚到印第身边 他顺手将其装进背包 周围人见状随即掏枪指向印第 后者拿出他用了四十多年的鞭子 本以为会有一场鞭子大战 结果印第却像缩头乌龟般握倒 躲避子弹的射击 韩恩娜迅速抓住时机 抢走印第背包 扔给自己的助力 让对方先带着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离开 可惜螳螂捕缠黄雀在后 纳粹教授堵住助力 抢走轮盘并快速离开拍卖现场 乘坐汽车驶离 韩恩娜跟印第看到这一幕一起追了出去 却被几辆豪华轿车拦住 从车里下来的男人名叫丧彪 他是摩洛哥黑帮老大的儿子 韩恩娜跟他颇有渊源 两人之前是恋人 谈婚论嫁的那种 没想到在结婚前夕 韩恩娜毫无预兆地离开了 并将丧彪送他的名贵钻石卷走 丧彪想要个说法 韩恩娜没法解释 拽行印第掉头就跑 丧彪手下驾驶摩托车追来 将两人堵住 关键时刻 助力驾驶摩托三轮赶到 两人立马上车逃窜 逃跑的同时 还不忘记要追纳粹教授 印第驾驶摩托三轮 一路横冲直撞 飘移过弯驶入小巷 丧彪穷追不舍 印第借助沿途商铺 阻碍丧彪追捕的脚步 好不容易有了喘息机会 印第加大油门 追上纳粹教授的汽车 不惜以身犯险 跳上急速行驶的汽车 可惜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纳粹教授摆脱海安娜以后 立马前往机场 乘坐飞机离开摩洛哥 飞机上黑妹指责 纳粹教授不服从安排 接下来 他将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纳粹教授拿到 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黑妹也就失去了价值 他眼神是一小弟动手 解决了黑妹及其手下 接下来 纳粹教授出发 前往爱情海 寻找另一块 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当年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的持有者 阿基米德 被罗马军队包围 为了不让轮盘落入罗马军手中 才将其一分为二 结果最后还是有一块 落入他们手中 后来一只罗马军 重回爱情海 寻找丢失的另一半 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罗马军所成战舰意外沉没 后来他们手上的轮盘 被打捞上来 有传闻称 另一块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就在爱情海周围 亦或者就在沉船里 没被人发现 对于这个情报 印第他们也知情 事情发展到这里 印第决定与海纳暂时联手 共同找回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并将纳粹教授等人带回美国 证明自己的清白 就这样 两人先是乘坐火车 再是飞机 历经两天一夜 终于抵达爱情海 因为爱情海周边有众多小岛需要坐船 而印第四十多年的冒险经历 使它在世界各地积攒了不少人脉 所以它很顺利地 便找到一艘出海的游船 游船的船长是印第的挚友 同时 他也是当地有名的潜水专家 他们来到沉船海域周围 稍作修整准备潜水打捞 当年晚上印第拿出几张纸条 这是巴兹写给他的信 上面重点标注了两个数字日期 分别是三天后的1969年8月20日 以及1939年8月20日 熟悉历史的小伙伴都知道 1939年8月20日的两周后 也就是9月1日那天 希特勒派兵入侵了波兰 印第怀疑这几个数字 最后是出现时空裂缝的时间点 韩恩娜问印第 难道也相信 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有魔力 印第回答 他不相信魔法 但这些年的经历 让其见识过许多 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事情 印第逐渐开始意识到 重要的不是你相信什么 而是你信的有多深 韩恩娜也见识过很多 可唯一让他相信的只有钱 咱们也不知道 韩恩娜经历了什么 变得如此爱钱 韩恩娜问印第 如果真的能回到过去 他最想做什么 印第意味深长地说道 阻止儿子参军 那样他就不用死了 自己也不用一辈子活在痛苦中 说完这句话 印第转身离开 第二天 众人穿戴整齐下海 抵达沉船附近 虽然途中遇到一群蛮鱼 受到对方攻击 但好在一切顺利 成功找到一个铁箱子 可万万没想到 在他们潜水过程中 纳粹教授带人杀了过来 就这样 韩恩娜刚找到的铁箱子 就被纳粹教授抢走 箱子开启 里面没有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而是放着一块方板 上面刻着的文字 是由阿基米德亲手撰写的 布里比亚斯方阵 在场所有人 似乎只有印第能看懂 他不想助纣为虐 纳粹教授见状 直接开枪 射杀了船长 如果印第还不赌 下一个就是海恩娜 直到杀光所有人为止 印第沉得住气 哪怕所有人都死了 都不能帮助纳粹教授翻译 得到另一块轮盘的位置 从而组合起来回到过去 然而 印第能这么想 并不代表其他人也能做到 这波海恩娜为了活命站出来 帮助纳粹教授破译 海恩娜只有一个要求 给他十万美元现金 纳粹教授当场答应下来 海恩娜随即对 布里比亚斯方阵进行破译 发现另一块 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在阿基米德的墓穴中 可惜2000年过去了 都没人找到阿基米德的墓 在那 海恩娜继续解读 终于有了发现 根据阿基米德提供的线索 海恩娜得出一个结果 阿基米德墓穴的入口 就在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历史遗迹下 这个发现让纳粹教授很是兴奋 全然没注意到 海恩娜在破译过程中 悄悄拿起了一根雷管 之后在印第的帮助下点燃 趁着爆炸引起的混乱 海恩娜拽起助力 跟印第便逃到纳粹教授的船上 驾驶游艇快速逃离 原来 海恩娜刚才帮忙 只是为了找机会逃跑 至于他刚才说的话 的确是根据方证破译出来的 但海恩娜觉得 像阿基米德这种大神的体 不会那么简单 印第听到这里 拿起方板查看 发现是由蜡跟木头制成的 可它的重量却有些偏重 突然 印第想到了什么 拿起大火机 将方板点燃 果然 随着方板燃烧殆尽 中间出现一个纯金裸盘 印第对上面文字进行破解 指引他们去寻找 迪奥尼修斯执尔洞穴 而这个洞穴在西西里 印第立即驾驶游船赶了过去 全然没注意 纳粹教授就在身后追随 经过一段时间的急驰 印第他们顺利抵达西西里 等着迪奥尼修斯执尔洞穴景区关门 再继续寻找 没想到 等待期间 助理因为探完离开两人身边 结果被追来的纳粹教授抓住 塞进了车里 好在这一幕被印第看到 他急忙招呼埃娜驾车追赶 但他们没有追车 而是前往洞穴景区 寻找另一块轮盘 印第两人知道 在没有找到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前 助理都是安全的 印第他们来到洞穴内部 在一处墙壁上 找到一个跟方块相同的图案 而在图案的上方有一个洞穴 印第感觉那里会是入口 于是带着海安娜开始攀爬 穿过洞穴来到另一个山洞中 两人沿着脚下的路 往洞穴深处前进 另一边 纳粹教授逼问助理 得到了印第要去的洞穴 立即赶了过去 通过印第遗留的痕迹 也发现那个洞口 急忙追了上去 在此期间 助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成功摆脱纳粹教授的控制 纳粹教授则懒得追他 命令众人继续前行 印第这里经过一出蜈蚣墙 破解一处机关后 十分顺利地找到阿基米德墓穴 并从里面找到另一块 安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就在这时 海恩娜发现 阿基米德墓棺上的花纹有些异常 布斯鸟身上 居然画着螺旋甲 要知道阿基米德那个时期 不可能有螺旋甲 随后 印第从阿基米德腐烂的尸体上 发现了一块手表 看到手表的那一刻 印第便意识到 阿提基特拉机械轮盘 真的具有魔法 不然根本无法解释 出现的螺旋甲和手表 时钟这个东西 是在阿基米德死后 一千多年才发明出来的 手表则更晚 就在印第百思卜的奇解之时 纳粹教授沿着印第的足迹 一路追了上来 他拿枪控制住两人 得到了安提基机械轮盘的另一半 纳粹教授将轮盘组合 下一秒轮盘便奇迹般的转动起来 眼看纳粹教授 就要实现时空穿越 先前逃走的助理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 扑倒纳粹教授的手下 助理把剪刀的枪扔给印第 后者拿枪与纳粹教授等人互射 掩护海恩娜两人逃跑 自己则不幸被子弹击中 纳粹教授没有选择杀了他 而是带着他离开山洞 看来印第对纳粹教授还有用 海恩娜也没有放弃印第 带着助理追了上去 汽车里 纳粹教授正在把玩轮盘 据他所知 轮盘的外圈是用来设置目的地 内圈则是用来计算时间裂缝的位置 纳粹教授经过经纬度计算 成功得到这个位置 立马吩咐手下准备飞机赶过去 此时印第想知道 纳粹教授穿越过去的目标是谁 他想杀了谁 从而赢得那场战争 事情发展到这里 纳粹教授毫不避讳地说道 他穿越回去 是为了杀掉希特勒 从而指挥德国作战 赢下二战的胜利 很快他们抵达私人飞机场 纳粹教授换上纳粹服登机起飞 海恩娜和助理追过来 助理驾驶军用机追击 海恩娜则驾驶摩托车 在纳粹教授飞机起飞的前一刻 爬上机轮 纳粹教授朝着时间裂缝飞去 印第看着颤抖的飞机 突然想到大陆的板块 是一直在不停地移动 阿基米的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发现 印第告诉纳粹教授 他们穿越的地点不对 纳粹教授根本不听 下一秒前方出现时间裂缝 飞机直挺挺飞了进去 助理也尾随而知 果然事情如印第料想的那般 他们穿错了时空 并没有回到1939年8月20日 而是来到了公元214年 希拉库萨战役的现场 突然出现的飞机遭到战舰的攻击 当纳粹教授察觉到不对劲 想要提升飞机高度时 以为是一晚 飞机被打得千疮百孔 趁着机舱乱坐一团的空大 海恩娜从货机里爬出来 消灭掉机舱里的纳粹党 印第穿上降落伞 准备带着海恩娜 离开摇摇欲坠的飞机 纳粹教授见自己大势已去 想要拉印第两人垫背 海恩娜见状果断开枪 射伤纳粹教授 自己则跟印第一起 从飞机上跳伞 最终纳粹教授的飞机 坠毁在海岸线上 这时阿基米德来到坠机现场 拿走了纳粹教授手上的手表 以及轮盘 助理把飞机降落 准备带着海恩娜两人 赶在时空裂横关闭前离开 然而印第却不想回去了 他一辈子都在研究历史 做梦都想亲眼看一看这个世界 海恩娜极力阻拦却无济于事 不久阿基米德也赶了过来 得知印第来自2000年后 将轮盘和手表归还 可不管海恩娜如何述说 印第都想留在这里 毕竟对没有任何牵挂的印第而言 留在这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海恩娜说他还有羁绊 说吧便一拳打晕印第将其带走 等印第再次醒来 已经躺在自家床上 他的一生挚爱玛丽昂 也就是印第的妻子 在海恩娜的帮助下 重新回到家里 印第激动万分 与其拥吻在一起 而电影到这里也就完美结束了 片名《夺宝奇兵5》 《命运转盘》 一部最新上映的美国动作冒险电影 整体来讲 80多岁的哈里森福特 是真的打不动了 整部剧下来几乎没有打斗戏码 除了有点情怀外再无其他 而且在剧情方面也存在不少漏洞 尤其是女主海恩娜的转变 属实有心摸不着头脑 她一开始 为什么如此爱钱 导演没说 后面海恩娜又为什么不为钱 跟印第一起冒险 这些问题都没有交代 如果你对《夺宝奇兵》系列电影 有一定的情怀 可以选择去看一看原片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下个电影 再见